你是否相信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常有时间机器?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很难找到时间机器的证据。 时间旅行的概念是可能的,并且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在一艘以光束行进的太空飞船中的人,会比一个待在家的人老化来得慢。 所以在此视频中,我们将寻找一些有关时光机的重要证据。 大家好,我是Ginnius,欢迎订阅天马行空,点击小铃铛,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上传几部影片。 今天就是要来说7个时间旅行的证据。 来自未来的女人 许多理论家认为,他们成功地捕捉到了时光旅行者在1908年携带手机的证据。 在好莱坞格林兰中国剧院里,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好莱坞首映著名》的片段中,看到了一位女性时光旅行者。 一个戴着黑帽子的女人,似乎在掩长她的脸,并在耳朵上握着某种东西。 就像今天的手机一样。 我们都知道,第一部手机是1973年发明的。 根据阴谋润家的说法,她可能是未来的时光旅行者。 30年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于1938年又在查理卓别林这段录像中看到了这个神秘的女人,她一边拿着手机走路和聊天。 这段录像还可能表明存在时间旅行的证据。 大约在公元前100年或仅仅在2000年前,希腊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创作了这座雕塑,描绘了现代笔记本电脑。 一名惊讶而好奇的妇女正在调整电脑屏幕查看。 这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因为它也有两个USB端口。 1940年的时空旅行者 在1941年期间拍摄了一张照片。 加拿大的南福克大桥重新开放的图片, 最初是由棕色的沃伦仙区博物馆,于2004年绘制的。 图片中的这名男子,他穿着戴有21世纪风格帽子与衣服。 手里拿着便携式相机,竟然出现在1940年的照片中, 这让许多人感到匪夷所知。 在这张照片中,你还可以看到他的朋友遮住自己的脸,以掩饰自己。 实际上,这张照片也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朝人照片。 拳击赛时空旅者 这是迈克泰森在1995年的拳击比赛的片段。 这段影片也是时间旅行最大的证据之一, 已经成为互联网上争议最大的片段。 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我们可疑的时光旅行者站在前排, 并且正在使用智能手机记录, 迈克泰森在擂台上以彼得·麦克尼的搏斗。 该物体看起来就像是现代智能手机。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智能手机是在2000年后才出现的。 但是一些专家指出,如果你对这个细节有敏锐的了解, 那么对于这个设备,你可以看见, 这个像智能手机般的设备是垂直的, 而且一般智能手机的拍摄方式几乎是水平拍摄, 而垂直照片几乎是手机或智能手机所独有的拍摄方式。 古代证据 这是在埃及古代仅是在一块石头板上发现的证据。 这个著名的象形文字板就支撑着古埃及赛提神庙的天花板。 专家们对这些古埃及文字与图案尝试解读, 其符号类似于直升机飞船、战斗机和坦克, 让人感到匪夷所知。 怎么可能在一个面板上描绘出这四种现代车辆? 实际上这些象形文字面板是三到五千年前制造的, 当时人们对于现代的交通工具是一无所知的, 难道这些真的是时空旅行者的所为? 古代宇航园雕刻 17世纪的宇航园众所周知, 苏联飞行员尤里加加林是1961年4月第一个进入外太空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看起来像宇航园的雕像, 清新的雕刻在位于16世纪的大教堂的石头上?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个宇航园的雕刻在16世纪至20世纪之间, 被建造成大教堂柱子上的雕塑。 令人震惊的事情是, 这个看似古代雕刻像精准的预言了, 预计到了几个世纪以后才真正出现的宇航园。 直到现在, 这个看起来像太空服的现代版本。 古代iPhone 所有人都知道第一部iPhone是在2007年发明的, 但是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 为什么说他在一幅具有350年历史的绘画中发现了一部iPhone? 时间旅行的机器实际上存在吗? 彼得肖像画中创作于1607年的女人, 是手持一个似乎是基于触摸屏的智能手机的物体。 爱发现了另一幅画, 据说是罗马诺在1937年创作的。 这幅画大约有80年的历史, 他描绘了一个美国原住民似乎盯着他的iPhone。 民似手持的设备, 专家和飞铁学者认为, 这就是一部iPhone。 难道真的存在10件机器, 所以他们穿越到现代才知道。 古代手表 2008年, 在中国山西县发现了具有400年历史的锡克一幕。 但在检查棺材外部时,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即从数百年历史的泥土中, 发现了一块很小的金色金属。 手表的表背上刻有Schisk的字样, 其形状令人惊讶, 而在手表中的指针停留在10.06分的时候。 但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最古老的手表, 于1755年才开始制造。 至今都还是一个谜, 许多科学家对此都无法解释, 这证明了时空旅行真的存在。 时间旅行通常借着存在于假想中的时间机器进行, 这概念也因为1895年, 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而普及起来。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人类可以克服时间旅行所带来的难题, 也或者我们早已经克服了。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给我一个赞, 还有订阅天马行空, 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 我是Ginnius,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